树林区甘园市民活动中心每周三早上9点半到11点半 都会举办由南园里开设的银法俱乐部银色奇迹班课程 南园里里长李培育表示 里内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又有2700多人 将长辈们聚集在一起运动 维持他们的身心健康 获得长者的好评 树林区长林庆峰则说 感谢李培育用心规划课程 让长辈们聚在一起活动筋骨 透过专业讲师的领导之下 可以有效针对常见的老化现象进行改善 那其实长者的一个运动的部分 其实也需要经过特别的一个设计 比方说一些肌耐力 或者说抑制的一个活动 让长者能够延缓相关的一些老化 那额外希望给大家能够永保青春 那我们这边的一个礼办公处 相关的一些设备也都相当的完善 也谢谢我们所有志异工的帮忙 让在地的长者能够在这边一起来动健康 也欢迎还没有来参与的 我们南园里的一个长者 能够一起来 我们营法奇迹班 其实我们在执行面 蛮多的长辈蛮喜欢的 然后也发现说 太过于近的活动 长辈不是那么喜欢 是因为他平常就已经在家里了 所以我们要透过 我们所谓的一个营法奇迹班 然后汇集了我们整个的长辈 来到活动中心 然后请我们一些老师来带他们 不管是伸展或者动健康 课程讲师王秀宏表示 当日课程以暖心暖脑暖身三大主轴来进行 先让学员们的情绪进入平静的状态 再增强认知的部分则透过手指运动来刺激大脑预防失智 暖身的部分则是维持肌肉状态 保持日常生活的行动能力 我们最主要的暖心暖脑暖身 其实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的心 我们要让他们就是能够先静下来 然后暖脑的部分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认知的部分会有功能的障碍 就是所谓的失智的部分 大家都很害怕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做这样的加强 所以我们会有那个手指的慢波 针对这样子来刺激我们的大脑 那暖身的部分就是我们 希望能够让他们的功能可以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暖身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暖心暖脑暖身 是我们课程最主要的设计内容 本次参与课程的李明李先生表示 本堂课程相较其他地区的价格较为经济实惠 同时也可以帮助太阳城美洲规律运动 相较自己出外运动 透过专业老师的指导 也能够活化脑部功能收到更好的成效 李明沈小姐则说 他搬来北大特区已经十年 觉得这里的社团活动相当丰富 他现在每周都会参加六堂课程 维持每天运动的习惯 那个平常我们自己运动的话 都是比方说践行或者爬爬山 可是这个老师像现在在上的这个 就是会锻炼你的脑筋 还有就是做一些动作 有时候你在家里想到的时候 像我现在几乎每天起床 大概半小时都在床上这样搞来搞去 所以我本身我现在一个礼拜有六堂课 六堂课 所以我每天几乎都有运动到 这样子 你觉得来上课跟自己运动有哪一区 来这里运动的话 就是有一个团体的力量 那我说有这个动力 我们一定要来 那我如果自己在家里的话 可能是 我自己会懒散嘛 就是在家室啊 做着动猫猫 细猫猫 就忘记运动了 课程结束之后 也准备了红曲饭等午餐 工学员们享用 透过参与影法族课程 能够带领退休长者们走出家门 维持运动习惯 且在专业讲师的课程规划之下 更能够有效达成影韩老化的成效 记者一根机 新北采访报道